吉安湘工所113年度全貓疫苗注射及寵物登記巡迴活動 到5月9日之前總共有13個場次施打 鄉長尤淑貞表示毛孩寵物是家庭忠誠的良伴 保障牠們的健康更是每一位四主的責任 想為全貓施打疫苗的民眾可以上湘工所的網站 或者是拨打電話到農業客來詢問 吉安湘工所113年度全貓疫苗注射及寵物登記巡迴活動 目前在各社區陸續展開當中 鄉長尤淑貞表示毛孩寵物是家庭忠誠的良伴 保護牠們的健康更是每一位四主的責任 貓咪狗狗是我們心中的毛寶貝 更是家人的開心果 希望牠帶來的是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一個 歡欣跟家人一樣的感情 但是也不能波及到我們的健康 因此我們的狂犬疫苗 是一個犬貓共同共同的疾病 我們帶來滿滿益住的預防的施打 以及我們重要的防護 也能夠帶來一家人 甚至於是社區跟我們社會共共的安全的守護 吉安湘工所帶來13場 一直到5月9號的施打騎乘 歡迎大家上吉安湘工所的網站來做查詢 也希望大家一起守護健康 守護毛寶貝的安全 許多民眾帶著毛孩到定點報到登記 每個人都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 細心的呵護著貓貓狗狗 受醫師表示 犬貓疫苗不同種 施打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貓跟狗打的疫苗不一樣是嗎 不一樣當然不一樣 所以要分開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那個不一樣 你有覺得養貓的人越來越多嗎 對 真的有嗎 有越多 受醫師表示 狂犬病是一種嚴重的人畜共同傳染病 一旦感染幾乎無法治癒 因此提醒民眾 要遵守不接觸野生動物 不棄養寵物 還有每年要定期待家中的寵物 施打狂犬病疫苗的原則 檢安鄉公署表示 到5月9號之前 每天都還有場次為民眾服務 請民眾可以上鄉公署的網站 或者是撥打農業客電話來詢問 介入一會檢安鄉報道